你也来试镜 有金竹捧就是不一样了 你会演戏吗 你演过戏吗 辞不良的 喂 陈遥 你是不是在捧那个小翻译 他一个小翻译都能来美女一号了 他会演戏吗 云威 不要紧张 我看你资料上写你学过古证对吗 我妈妈是古证老师 真好 那要是既然这样 那你就试一试 这段谈古证的戏吧 来 好好准备 好 我来留意 我来留意 我也会变死 我来留意 老人 我来留意 大士 牺露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要不发表一下各个自己意见吧 与明威相比呢 这是他的优势 沈总 实在是对不住啊 我知道这人是你推荐的 但是 这主演用心人 制片组压力太大了 明威 完全是个菜鸟啊 祝贺你 祝贺我 我是真没想到自己能被选上 这幸福来得太突然了 我到现在都有点懵呢 你这儿是叫什么吗 这就叫情场失忆 职场得意 就你这形象 就你这气质 走红是早晚的事 走不走红以后再说吧 现在最重要的是恶不利下我的演技 这是我最担心的 机会既然被我抓住了 就要攥牢 做好了 姐 我突然想问啊 你这部戏里 跟男主角 有没有 有没有 给你拿张纸啊 好耶 你要说啥 有没有啊 有没有 琴琴 剧本都还没给到我呢 但小说里 是有的 真的假的 这是慕婷舟的萤幕出闻啊 你知道吗 姐 慕婷舟出道以来 从来都没有跟对手女演员 有过 拥抱以上的亲密的戏 也从来都不接恋爱的剧本的啊 天哪 我老姐马上就要跟万千少女 心中的男神谱写浪漫练曲了呢 你怎么说得我有点甚的话呢 我也听说过 她从来不接吻戏 所以 现在剧本会不会删掉吻戏 还不一定呢 我拿鲁 不能做事 为什么 你长这么好看 她要是吻了你 那就是禽兽 她要是不吻你 那就是 禽兽 你别闹了 你别闹了